诱然冲向封印中心的神秘男人 可突然 雷云一转 竟然临时换到 直冲向密林深处 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子 雷池中的男人微微抬眸 精美如画的五官上 略过一抹狐鸣之色 突破式的天雷被引走了 这是 附近出现了真雷之体 三年后 被这鬼姐姐困了三年 总算是能出去 出去以后 我得赶紧给小崽子寻药 小崽子的身体 再不处理会有大麻烦的 娘亲 你的小宝贝回来了 起开 小崽子 老实交代啊 你又干了什么好事啊 这小奶爪伤 全是灵果的果浆 和各种明智的汁饮 小崽子肯定有去 霍霍的药园子 娘亲 小宝贝这还不是想着 咱们马上就要离开这了 总得弄那小多小细的防身用嘛 娘亲 你一定猜不到吧 这是痒痒粉哦 小姑娘兴致勃勃的声音 突然停下 疼 好疼 娘亲亲 哥哥 哥哥疼 又是这样 三年前 龙子叔强夺她的灵脉 还谋害了她刚出生的孩子 她满腔恨意 不甘坠牙 可没想到 她竟意外坠入着牙底的 封印之地 醒来时 她察觉自己腹中 还有一个孩子 拼死将她生下才发现 她体质特殊 天生两条神脉 却阴阳相克 每每发作 便疼得死去活来 所幸 她被万雷轰炸以后 不仅灵脉重塑 且脑海里 多出一个神秘的印记 那印记里 记载了很多东西 其中就有如何压制 小崽子体内灵脉 暴走问题的办法 不过 小崽子这次发作 怎么会嚷嚷着说哥哥呢 难道说 她感受到了 那个孩子所受的苦吗 想到这个可能 龙璇九心中 仿佛被挖了一个 永远填不满的洞 疼到窒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